好 來看 剛剛你聽到在韓國瑜的部分 他形容柯文哲就是個空氣槍 在這場的選舉當中是很熱鬧 但是不會贏 那今天呢 柯文哲就被問到了 那他的反應是什麼呢 他說啊 怎麼奇怪了 韓國瑜台面上跟台面上跟我講 都完全是不一樣的呢 好 柯文哲怎麼解讀啊 他說啊 韓國瑜剛剛不是有講嗎 這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柯文哲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那柯文哲怎麼解讀 他把它解讀成是韓國瑜長的 是柯文哲比較好 侯友宜比較不好的意思 那麼如果跟後面剛剛那句話連起來的話 這個解讀好像又不太一樣 因為韓國瑜剛剛講的嘛 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是贏不贏的問題 那至於你怎麼解讀呢 也歡迎你寫下來 另外呢 柯文哲也講了 說說韓國瑜作為國民黨員 而且現在又列為是不分區第一名的位置 所以他可以理解到 韓國瑜現在的壓力比較大 一定要配合黨內的操作棄保效益 好 那他也很酸啦 他不會像這個侯友宜一樣 把人家的這個簡訊給唸出來 大大的還不忘算一下侯友宜 但到底現在國民黨是不是有在操作棄保效益呢 資深媒體員李彥秋 在他的新聞頁總會上面就寫下來呢 當然是 侯友宜現在主打的是聯合內閣 當然是為了要啟動棄保效益 號召想要下架民進黨的選票 自動棄保也給中間選民跟柯粉一個期待 這動作顯示了目前呢 侯的選情的確是比柯好 要集中在野的選票 就必須要邀請柯走在一起 所以呢 不管柯跳不跳腳 他都傳達了 侯目前就是聲勢比較高的訊息 再加上呢 黨內不但會收到吹哨者內部發的資料 藍營完全主導了選舉的議題 未來一周國民黨要全台造勢 這是侯友宜成為在野共主的大好機會 好 那至於這樣的一封簡訊內容啊 或者是跟這個韓國瑜在台上講的 柯文哲是空氣槍這件事 今天的柯文哲到底如何反應的呢 一塊來瞭解 選前決戰最後超級星期天 藍綠白三組候選人 全部選在高雄大造勢拼場 名上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來到傳統綠營票倉被比倒贊 而這畫面也不意外 至於說高雄本來就是 南部最大的最重要的城市嘛 所以總統的競選過程當中 會在這裡遇到 這也是可預期中的事 所以我覺得平常心就可以了 柯文哲雖然年輕支持度爆棚 藍綠兩黨造勢拼聲量 宣前週末都喊出破十萬人 給他不小壓力 最大的主流名義是 要政黨輪替嘛 就是要把民進黨換下來 所以那個他執政八年你知道 那個已經變成他在 政治宣傳上最大的包袱跟負擔 昨天在國民黨造勢的時候 還說這幾年 國民黨都有反省改革 你有沒有感受 我的回答就哈哈哈哈 這樣就好了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更拿空氣相比喻說 柯文哲選舉很熱鬧 但是不會贏 喊的就是要讓選票回流 柯文哲在這場選舉 是空氣強 非常的熱鬧 但是不會贏 我可以了解他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一定要配合操作氣保 其實這個跟他私下跟我講的都不一樣 其實我後來仔細看他講話 這個人在講話裡面還是有潛意識 他說這個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他的意思其實就是柯文哲比較好啦 我友誼比較不好啦 柯文哲講話很酸 但韓國瑜到底私下說了什麼 就是不肯說 這個喔 我才不會跟侯友誼一樣 把人家私下簡訊公開拿到外面來念 選戰最後關頭 柯文哲拼選票最大化 要催出年輕投票率 避免被藍綠搶走票源 記者 這是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誼 選前的超級星期天 要一路從桃園車嫂 要到高雄造勢 要力拼勝選 而針對前一天國民黨部分區立委候選人韓國瑜 在造勢大會時喊出泛藍選票回流 侯友誼說他都一直希望能夠集中選票 侯友誼同時也拿出了手板 要每日疑問 他要問賴清德的是什麼時候要公佈高端合約 沿路民眾舉著國旗迎接選前超級星期天 何友誼來到桃園車嫂支持者很熱情 延續前一天造勢晚會氣勢 桃園成了北台灣 藍營必須拿下的關鍵票倉 讓部分區立委候選人韓國瑜也喊出 票源集中給侯康 柯文哲指示空氣槍 雷聲大 雨點小 不會贏 藍營要團結再也最強力量 不過柯文哲卻反酸 韓國瑜私下不是這樣說 更憑侯友誼 猴子不是爬到樹上 才屁股紅 換國民黨那隻猴子爬到樹上一樣屁股紅 我從來都不會做棘手不易務事業的事 我們嫁嫁派台 認真努力 由我們台灣人的信用 鼓勵 打表 贏得最後的勝利 陳時中補長不知道在說什麼 誰不知道在說什麼 他說 保存如故 真相就越清楚 這是哪門子的道理啊 這裡面黑幕重重嘛 尤其看到那個綠油油的都是在裡面擔任股東 賺起這個股票被查出有內線交易 也看到有很多的政治獻金 留到民進黨的人士的手裡 這些問題人民都要問嘛 你要公布 你就趕快公布了 怎麼再拖啦 大家都在等嘛 對白不噴這句口水 侯友宜火力全集中在民進黨賴清德 舉著手板 每日一萬要在選前倒數關頭 全力衝刺 記者郭先生 陳欣怡 桃園採訪報導 韓國瑜昨天在造勢活動當中 特別對三個族群喊話 第一個是柯文哲 第二個是柯粉 第三個是郭台銘 分別講了什麼呢 我們來看 對於柯文哲的部分 他用槍來形容 他說槍有兩種 一種是運動比賽上面的空氣槍 聲音是很大聲 但是沒有殺傷力 另外一種是狙擊槍 沒有聲音 但是可以直接打到敵人的心臟 你認為柯文哲是什麼槍呢 他說柯文哲是空氣槍 熱鬧 但是不會贏 所以對於柯粉來講很重要了 他說支持柯文哲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而是贏不贏的問題 回想當年 他認為在這一次猴癩 極可能會差到十萬票以內 回想2004年陳水扁只贏對手了 兩萬九天票 所以現在只要一瓶礦泉水灌到 喉兆的嘴巴裡面 他們就能夠活過來了 所以他們呼籲柯粉 現在把你的水 也是把你的票投給喉兆 另外對郭台銘也喊話 他要郭台銘回頭吧 不要因為你個人的愛恨情仇 在這一次保護中華民國最重要最偉大的選舉當中 讓你自己缺席 讓中華民國輸掉 除了對郭台銘喊話之外 當然也希望帶動果凍粉 果凍們能夠把票投給喉兆 那不只是韓國瑜喊話 包含上市前總統馬英九跟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說 這一場是決定台灣未來前途非常重要的選戰 他們喊話 范蘭應該要集中選票 我想最後是集中選票 我們都知道最後的結果 很可能民進黨得到的選票 是大概四成左右 那剩下六成要下架民進黨的選票 一定要集中 大家在這個過程當中 任何的不滿或任何的小恩小怨都要放下 為了中華民國 為了台灣的未來 大家集中選票 我們都是很尊重郭董事長 那周邊很多的朋友都有保持聯繫 但是我們還是最後 一定是尊重郭董事長的選擇 希望他能夠跟大家站在一起 如果我們希望政黨輪替的話 一定要集中選票才行 否則的話 又是像竹籃打水 對 一定要這樣才行 因為對台灣來講 今年的選舉非常重要 如果選錯人的話 很可能會影響我們幾十年的前途 這絕對不是無言聳聽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好好地想一想 是不是集中選票能夠讓這個泛藍成功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1週末 1週末